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现在全世界已有700万佛友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佛修心 卢台长在世界各地的为救度众生和世界和平的努力与贡献 广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赞誉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赏哈佛大学弘扬佛法 并于2012年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继2013年德国柏林全球外交文化高峰会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之后 上个月卢台长应邀赴联合国华盛顿意大利参加国际和平会议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歇纳大学任命卢君洪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在美国国会卢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联合国更特别为卢君洪台长颁发和平教育大使奖 时隔一年卢君洪台长新系新西兰佛友再次来到新西兰这方宝地 让观世音菩萨的佛法之光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相聚于此共瞻法喜共募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感恩来自新西兰和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义工们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台长为我们慈悲开示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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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有缘在此举行盛大的法会 发喜充满 感恩新西兰的佛友和义工们的付出 和来自全世界佛友的祝愿 这次有来自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国 印尼 还有欧洲 以及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我们心佛合一 让我们的善心 充满着慈悲 弘扬中华文化 广度有缘众生 和佛一样 让慈爱充满着人间 当今世界 癌症 忧郁症 恐惧症 精神类的疾病 现在已经让我们 活在世界上痛苦万分 从失联的飞机 到韩国的乘船 地震 河水灾 旱灾 让我们已经感到 我们这个世界 对我们没有安全感了 就新西兰来说 从矿难的死亡 近两百人 还有泊船的触礁 让数百吨的燃油 污染着大海 即新西兰南岛 2011年的7.2级地震 死亡181人 证明人的生命 是何等的脆弱和微弱 如果我们自身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就会被命运所抛弃 所以现在的社会 要能够让自己 有一个安定的环境 安定的心 能够让自己 能够生活在一个 无忧无虑的国度里 就是希望大家要拥有爱心 拥有慈悲心 因为慈能够感化众生 因为悲能够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人伤我痛 所以学博能够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世界会更加的美好 人生只有几十个春秋 也就是几十年了 要探索人生的真谛 我们体会生命的价值 大家就必须追寻 能够使自己 献出生命的某个东西 就像我们很多的母亲 为了我们的孩子 献出了生命一样 我们很多的父亲 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家庭 付出了所有一样 实际上 这是人间的追求 我们要懂得 对学博人来说 我们要追求的是 人生的真谛 也就是要解脱 不要让自己有烦恼 所以虚幻的生命 就犹如你每天在变化的事物一样 当我们每一天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自主自己的每一天 有时候当你躺在医院里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觉得 我怎么会在医院里一样 人不能自主自己 是因为失去了自己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如果追求着虚幻的生命 像梦境一样这么活着 我们会感到人一生的不幸 因为你经常感觉到 这个不实在的生活 你永远会觉得 我活在痛苦当中 只有真正的发现在人间 我们是为了寻找 另外一个精神的世界 因为精神能够让人摆脱苦恼 大家想一想 现在很多的疾病 已经不是身体造成的 而是你的精神造成的 很多孩子的从小的忧郁症 自闭症 就是因为父母的离婚 父母的争吵 让孩子觉得 我的两个靠山都已经没有了 我们从小靠的是父亲 爱的是母亲 当父母亲一争吵的时候 对孩子来说 那是莫大的一种打击 所以让孩子有忧郁症 不是别人 是我们 让这个世界天天有痛苦的 也是我们自己 所以佛法讲 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 我们天天在制造烦恼 我们天天在让自己痛苦 因为我们有贪念 我们不满足 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 因为人的本性当中 就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会丢失人间的虚假生活 想一想 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 有多少是真的 夫妻不讲真话 孩子跟父母亲不讲真话 跟老板跟公司不讲真话 因为我们不敢讲真话 讲了真话就会被人骂 所以要学习真正的丢去你的假面具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如果今天是好朋友 大家都能讲心里话 你是不是感觉心里会比较踏实 我们不需要那些应酬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人的真心相待 这就是我们佛法界常说的因果报应 当你真心对待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真心的对待你 这就叫因果 所以要找到为别人奉献自己的这种精神 因为你奉献给众生 你有忘我的精神 你就达到了佛的境界 台长经常在演讲当中讲过 人生 只当你伸出的时候 你就踏上了一辆没有回头的列车 只有往前 每当自己做错的时候 你永远没有回头的 所以人生也没有彩排 我可以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那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现场直播 所以我们不能做错事情 我们不能让自己天天活在后悔当中 活在幻想当中 因为幻想会得到妄想 妄想就是生命无谓的浪费 很多人天天在妄想当中活着 实际上他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所以认识佛法 要刻薄自我意识 心中要只有众生 我在德国世界高峰和平会议上 有一个部长问我 台长 用佛法的观念怎么样使这个世界和平呢 我告诉他两个字 那就是无我 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时候 我们心中只有别人 就不会有争斗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学习六度万行体中元 那就是超脱自我 忘记自我 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尊敬 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爱 那是无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全大我 这就是佛的智慧 在美国有一个小女孩 她从小就小而麻痹症 全身膨胀 不增长的高涨力 使她从小不能站立 做的轮椅 这个小女孩 而且还不能说话 但是她以坚强的毅力 她就是靠着血 居然在美国得到了艺术的博士 有人问她 小妹妹 你这么小 你就保长了人生的痛苦 生活 你怎么看待自己 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吗 这个小女孩就写道 我有爱我的父母亲 我有社会上这么多 关心我的人 我很幸福 人家就问她 小妹妹 你有没有自己的理念 可以告诉我们 没想到 这个小女孩 讲出了几个字 让我们都值得深信 她说 叔叔伯伯们 因为我只看我有的 不看我没有的 常看自己已经拥有的 你会产生感恩心 常生拔喜 我们不要看我们没有的 因为我们没有的东西 经常去想它 我们会痛苦万分 所以我们要学习 只看我有的 不看我没有的 我们就会远离痛苦 远离贪心贪念 我们就会离开愚痴 大部分人走的是命运 实际上命和运是两个概念 命是前世所定 而运就是给我们改变的一个方法 所以命运几乎没有是固定的 所以很多人算命算命 实际上算的是你这个固定的命 但是你没有想到 用你的运可以改变你的命 所以算命的人永远算不准 我们学博的人 不学博的人 很少有自己改变自己的运 所以常常的就顺着命走 35年的时候 我会有车祸 38岁的时候 你会离婚 39岁的时候 你会进医院 这一切都是命中所定 但是当你懂得爱别人 懂得念经 懂得用另外一个超脱人的力量 来帮助你自己的时候 你的心会有超脱感 你的运就会让你改变你目前所有的一切 所以要懂得 要想帮助自己改变命运 必须学博 依靠博的加持力和自身的愿力 你才能改变现实 想一想 佛菩萨不打妄语 慈悲别人的众生 就会得到贵人缘 经常对别人善良 对别人好的人 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就是拥有了财缘 人缘 因为你广结的是佛的善缘 所以 有一个孩子 他很恨他的父亲 他准备离家出走 因为他的父亲天天骂他 要打他 在命中 他找人算过 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命中的定数 是十三岁会走孤独命 然后妈妈天天给他念 姐姐奏 然后念心经 还烧小房子给他 最后这个十三岁的孩子 居然哭着跪下来说 爸爸妈妈 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这就是命被运所转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命虽然给我们定下了数 叫命中定数 但是我们运用自己的运力 也就是我们做善事 改变自己的运 照样可以改变你的命 希望大家多多的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命是鸡胸祸福所造 也就是说你上辈子做的好坏 这辈子会让你受保 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所以经常我们叫的叫命 它是不受控制的 运是通过自我的修为 在人间善恶的行为 去补助和改变你的生命过程 有一个人 他的命 这是一个父亲很有钱的孩子 要什么有什么 结果人家给他算命 说他二十八岁会有凶灾 他说我家有着吃不完的钱 用不完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相信的 人家跟他说二十八岁你会出事 他说我们家有权有势 最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爸爸得暴病身亡 然后他所有做错的 强奸 抢劫 欺骗 所有的罪行 全部到了他的身上 因为他的靠山没有了 最后被判了三十五年徒刑 这个人现在还在监狱里 他永远不能相信的就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 告诉你们 命中有时 你就会有命中无时 莫强求 我们做人要懂得因果 今天我不惜福 我就会损失福报 今天我不懂得爱惜别人 我会失去朋友 我不懂得尊重父母亲 父母亲就会抛弃我们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应该让我们值得生死的 想改变自己生命的过程 那就称为运 所以 命不能改变 但是运可以改变你的命 希望大家通过学佛 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有一个新的齐天 多多的爱众生 就是爱自己 台长在澳大利亚 每天在广播里 跟大家做现场解答 每天有很多人打进电话 台长给他们看图腾 待会我也会给大家看图腾 台长看出 有一次在4月14号 台长看出 这个听众的 能说会道 舍得花钱 人也长得不难看 而且很有女人缘 台长还说他心脏不好 造成他的呼吸困难 心悸 肺部难受 听众都说 对对对 台长还看出这位父亲 身上有一个灵性 是一个老妈妈 是他的丈母娘 个子不高 头发望后梳 大眼睛 但是眼角收缩得很厉害 我是看得够仔细的了 听众确认他 过世的外婆 就是这个样子 台长还让这位 这个同修还让台长感应 他念经的质量 我就说 你在路上念经的时候 质量不集中 所以他也承认 我经常在车上念经 下面我给大家 听一听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您帮我看一下我爸爸 六三年属兔的 我看你爸爸脑子挺灵的 能说会到 嘴巴会说 他太说了 他嘴巴可厉害 他觉得他什么都懂 师父您看他有没有灵性 多少张小帮子 他身体不大好 您看 师父 你叫他注意 第一 有女人员 很多女人喜欢他 明白吗 对对对 对对 又舍得花钱 人也长得不难看 明白吗 嘴巴又会讲 就这样 明白了吗 他的心脏不好 造成他现在呼吸困难 有时候心悸 有时候肺 这里很特别难受 对对对 是的有没有灵性 灵性当然有啊 灵性是个女的 有没有丈母娘 你妈妈的 你妈妈的 有有有 我外婆已经去世了 啊外婆 个子不高 你外婆是不是啊 是的 看上去头发往后梳的 是的 眼睛前面挺大 到了眼角这个地方 收缩很厉害 是的是的是的 是是我外婆 师父 您感觉一下我念经的质量 好不好呀 还可以 有时候不好 你为什么呢 你走路的时候就不大好 你走路也念的 哦是的 是的 你这里面看着 是的我在车上在都念的 都念的思想要集中呀 上来个男的看看 上来个怪人看看 上来个什么人看看 脑子里想一想 还念得好精的 是的 师父我错了 我错了 您说的太对了 谢谢 谢谢 台长天天呢 几乎每天在广播里给大家看图堂 待会呢我也会给大家有一个多小时看 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的时候 他就不会改掉自己的缺点 当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缺点的时候 也不想知道自己身上有缺点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全身都是缺点了 所以绝不能断灭本性中的光明心和慈悲心 希望大家要多听别人的意见 就是相当于我的家里已经堆满了东西了 再有好的东西我也不能放进我的家了 所以慈悲心就是经常要照看好自己的心 受苦那是考验 有时候人要懂得受苦 实际上就是消夜 受苦就是咬紧牙关 要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垢 大家知道要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垢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要受苦 要承受失败 大家知道乔布斯 苹果公司的乔布斯 有一个人就问他 你的成功来自于什么 乔布斯告诉他 我的成功来自于我的智慧 那个人问他 那么请问 你的智慧又来自于哪里 他说我的智慧来自于我的经验 那个人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么你的经验又来自于哪里 乔布斯笑笑地告诉他 我的经验来自于我无数次的失败 因为人总会有失败 因为人总会有失败 台长告诉你们 真正的失败是摔在地板上爬不起来的人 而只要是失败了又站起来了 这个人失败是不属于他的 开学的第一天 在古希腊 有一个大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 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 这个人第一天开学 他大哲学家 一个班级所有的同学都在 他就跟这些同学说 同学们今天开学的第一件事情很简单 我要大家把手向前甩30下到300下 把手往后甩300下 大家做得到吗 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说 做得到老师 一个月之后苏格拉底又问他们了 你们做到的请举手 有百分之九十 等到第二个月 苏格拉底又问了 你们做得到的请举手 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举起了手 这个时候 大家还笑嘻嘻的 觉得很好玩 这时候苏格拉底低下了头 像在成丝的什么 一年之后 苏格拉底又问他们了 请问哪几位坚持了 甩手三百下 整个教室很安静 没人讲话 只有一个角落里的小手举了起来 他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另一位大哲学家的 叫普拉图 所以一个人的毅力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 一个没有毅力的人 他是不会成功的 希望我们学佛人要有毅力 要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 这样你才能学佛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成佛 成佛就必须要学佛 希望大家全心全意学佛 台长知道你们一定会成佛 一切的因果报应 都不会成熟于外在的地水火风当中 这是佛法讲的很深奥的道理 地水火风实际上都是空的 所以四大皆空 讲的就是地水火风 人所做的善业也好 恶业也好 不会在人间繁殖 是在你的心中残存 所以为什么大家念过《心经》 都懂得叫五蕴皆空 实际上为什么要我们五蕴皆空 因为人的蕴 那是看不见的东西 五蕴是色受想行事 当一个人的痛苦 实际上不是外面人的痛苦 那有一个人告诉台长说 我们出生的时候 众人都在笑 我们是哭着出来的 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 众人都在哭 而我们笑着走了 这就是我们明白了 人的一生不属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外环境 不能改变我们的内心 五蕴是你的看到的色 就是有色世界 你的瘦就是你自己的感受 那就是最难过的 别人不能有这种感受 想是你想出来的痛苦 行是你行为意识的痛苦 所以意识加剧了你的烦恼 这个五蕴是你自己在痛苦 那么今天因为有很多的 我们的朋友 清西兰的朋友 还没有学佛 台长不能讲佛法太深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就知道了 这是真实的例子 有一个人经常伤害自己的孩子 和自己的太太 因为他是个赌棍 他经常去赌博 而且借人家的高利贷 有一次被人家那些打手 追到家里 他居然自己跟妻子说 你帮我出去赌着 说我钱都在你的手上 他自己躲在房间里 不肯出来 结果那个妻子说 钱都在我手上 但是不在家里 被那些打手一顿暴打 打得皮堪漏战 他在里边心痛难过 把舌头就咬断了 我再也不读博了 这就是人的意识 是痛苦的 实际上我们表面的开心 不代表你意识当中的开心 所以学博做人 是要让你意识当中的开心 台长再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一个人想到开心的事情 暂时的开心 喝酒抽烟 那是暂时的 等一个小时之后 你这种快乐就没有了 那么这种延续性在你心中坦诚而存在的幸福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考上了静音中学 这个时候母亲见谁就讲 这种快乐可能会持续半年或者一年 就像我们要知道Christmas要到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有一个长假期 这个时候我们在十月份工作的时候 天天就会很快乐 这是意识当中的享受 所以这种设想行受 完全是你控制在内涵的东西 所以学博人要有内涵 不能急躁 不能让自己随意去伤害自己的感情 台长告诉你们 菩萨说的一句话 佛说了 忘记并不等于从未存在过 你虽然可以忘记过去 但是你还是经历过 所以一切源自于选择 在上次开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的朋友跟我说 我做人很谨慎 很当心 我做事情就是左看右看 一看二慢三通过 就像开汽车开红灯一样 台长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人的是一个选择 一个人的选择错误 会让你一生错误 人的一个选择成功 你可能就一辈子成功 但是在选择之前 你要有慈悲心 你要有正常的思维能力 而现在的人天天的就想占别人的便宜 就想捞别人的好处 所以一个人想做圣人 就是应该天天懂得付出 如果一个小人 就是天天想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不是刻意的 要懂得放下自己 天天帮助别人 大家知道 一个母亲生了五个女儿 这个母亲最喜欢最小的女儿 因为她放不下小的 所以四个女儿都不喜欢她妈妈 结果经过学佛之后 她觉得要有平等心 孩子都是我的 从此她放下的小了 她得到的五个孩子 共同的这种 就是帮助她 就是在孝顺她 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 放下越多 你会觉得拥有的越多 所以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你明天的后悔 我就想不通 我一定要怎么样 你很快就会后悔 台上告诉你们 要学会放下 我这次在意大利 开法会 罗马开法会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 一个事情 有一列飞快的火车在开 然后有一个人 他买了一双非常名牌的皮鞋 放在窗户边上 正在看 这是非常贵的皮鞋 对面来了一辆火车 大家知道火车跟火车对开的时候 会有一种吸引力的 没想到把他那个皮鞋 一个吸出去了 大家都觉得很惋惜 哎呦 皮鞋出去了 接下来这个人做了一个动作 让大家更加的诧异 你们知道他做什么了 他拿起那一只皮鞋 马上扔出窗外 别人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他就告诉大家 一个皮鞋对我已经没有作用了 我把这只皮鞋也扔出去 捡到的人还能再穿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心中的烦恼 残存在心中 该扔的就要扔 该放下的就要放下 人生就是这样 放得下 你才能活得自在啊 所以我们不要抱怨因果 因为因果丝毫不差 想一想 因果是你今天种的因 你一定会得到果的 台长再告诉大家 有一个庙里的老木匠 他准备退休了 他找到了主持之后 告诉主持 我准备回家养老了 我不想在庙里 我要趁有生之年 在逍遥逍遥 老主持见他 也没有不舍得他 老主持只是问 请问你还能为老娜 再造一个房子吗 这个老木匠说 可以可以 但是谁都看得出 他的心已经不在庙里了 他用的是软料 粗的是粗活 就是马马虎虎的 把这个房子就造好了 这个时候主持并不知道 他做的这么烂的房子 主持 慈悲地拿起钥匙 给老木匠说 这是老娜 送给施主的房子 请施主不必客气 老木匠 这时候经的木灯口呆 羞愧得无地自容 自此以后 老木匠就一心学佛 颇具慧根 心纳万物包容天下 老木匠在小庙里 做工三十年 修行五十年 无疾而终 大家知道 人不理解别人 就是在欺骗自己 一个人要了解别人 要能够尊重别人 别人可以造阴 为什么我不能造阴呢 因为你是在保护你 完整的本性 和一颗清静的良心 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要去留恋 我们则心无挂碍 如果你留恋了 你就心中有挂碍 学佛之人 逢苦不忧啊 我们今天不能担忧 一切境界 得失从源啊 该我的就是我的 不该我的 我不要 所以我们 我们所犯的恶业 虽然不会马上受爆 犹如刚刚变质的食品 不会马上发臭一样 人所犯的恶业 不是不爆 因为在你的心里 慢慢的会散发出恶毒的 慢慢的会腐烂我们的灵魂 所以扰乱你的心灵安宁 犹如吃的腐烂 变质的食品 会慢慢的损害你的肠胃一样 所以我们的思维一定要干净 坚决不能让自己的思维有一丁点的肮脏啊 大家都知道苹果如果有一个烂的点 很快整个苹果就烂掉了 所以为什么你们挖苹果的时候会挖这么大一块呢 当一个人心中有癌症的时候 他有一个点 最怕的就是他扩散 所以为什么开刀要把整个的这块肝 或者你的背要拿掉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能让任何污染自己心灵的 和伤害自己身体的毒物质在心中 在身体内长存 现在人要得到健康 必须身心俱全 身心健康 台长 很多的佛友学心灵法门之后 都非常的受益 有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 她反馈说 自己在十一年前得了脑瘤啊 双目失明 十二年 二零一二年 开始修心灵法门 在年三十上头乡的时候 她看见菩萨加持 她眼睛居然看见了一团火光 慢慢的 她可以看到人的影子 后来她看见了立体感 再后来她看见了颜色 现在她可以写字了 而且她多次梦见菩萨帮她治病 年前还梦见台长去电话她 要她真心忏悔 这就在三月十四号打进电话 台长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大家 你好 台长我先反映一下 我从修心灵法门以来 带给我的改变 我是从一二年 修台长的法门 我是一年得的脑瘤 然后我的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我修台长法门以来 我年三十 烧头虾 菩萨加持 让我的眼睛看到一团火光以后 我的眼睛从 看到一影子 然后看到立体感 然后现在看到颜色 我现在可以写字了 哎呀 小姑娘 恭喜你啊 哎呀 关心菩萨大慈大悲啊 感恩关心菩萨 是的是的 菩萨一直在救我 而且菩萨到梦里来 都来帮我治病 然后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白色的 穿着白大褂的一个男士 都给我来治病 然后台长在过年前 就是说 今年过年前 到梦里来指点我 他说你小姑娘 你一定要真心忏悔啊 然后台长 你真的太慈悲了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 谢谢 所以如果一个人 自己的福报不够 他会常常的听到是非 所以一个人有福的人 不会经常听到 别人在他耳朵边上 说这个说那的 这是福报不够 他就会生气 常说别人 会让你痛苦 我经常说 这个人好 这个人不好 我会心中痛苦 不如说 是你自己修养不够啊 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是我们自己 没有修养和忍耐啊 人的痛苦 就是在于一直在追求 错误的东西啊 因为追求错误的东西 才会让自己难过痛苦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学博 以为是对的 不一定是对的 追求到的不一定是幸福啊 要明理 在北周时代 在京师 大追远市 有一个叫石禅的和尚 他为人有道德 也有神通 有一天中午 他突然走上钟楼 咚咚咚的敲钟 他请大家各自准备香火 问 大家都说什么原因啊 他说 江南某寺院 江堂快要倒塌了 会压死上千个人 希望大家虔诚的念经 让他们能够化解冤结 过这个结 过了一个月之后 江南扬州讲堂 果然传来消息 说扬州讲堂的中正寺 在讲经说法 有一千多人在听 突然之间 闻到特别的香的味 和诵经的繁音 香味和诵经声 从讲堂的北门飘进 穿过讲堂 从南门而出 人们非常的惊奇啊 全部蜂拥而出 跟着声音 走出了庙堂 刚刚走完 教堂 这个讲堂就倒塌下来 没有人伤亡 为什么人在这里念经 那里人可以免除灾祸呢 因为学佛人是慈悲的 所以一切法在心中 学佛的人心心相应 学佛的修行人 可以让家庭平安 世界和平 为什么 这就是人的祝福心 当一个人心和心连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祝福会让他得到感应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妈妈看着孩子离开 出差 往其他地方去之后 母亲会知道 我孩子现在在哪里 我的孩子 现在正在走上火车站 正在怎么样 因为 儿行千里 母担忧 实际上 人都是有感应的 只要用心 帮助别人 只要用心 去爱着别人 别人 一定会有感觉 学佛人 要学观世音菩萨 爱着众生 众生 一定会有感应 一定会更好的学佛 众生 也会更爱你们 所以 有智慧的人 会默默地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整天夸奖你们 赞叹你们 说你们很好 那不是名师 今天讲你们 指出你们缺点的人 这才是善知识 我们为什么从小不犯错呢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亲不停地教育我们 在学校有老师 所以我们没有犯大错 为什么我们毕业了 到了工作岗位上 婚姻出问题 家庭出问题 自己的生意出问题 身体出问题 因为没有人在管我们了 因为是自己独立了 所以人才不会进步 所以希望大家 以佛 我们的佛书 我们的佛念 和佛理为榜样 常常看自己 我走得对不对 走一步 走一步看三步 这样才不会走错路 当然 有明师的指点 那就跟如虎添翼 希望大家 一定要好好地学佛 跟着观世音菩萨 在自己 烦恼道上 走出一条 智慧之道 台长 告诉大家 我们有时候 总是觉得 我们活得很不幸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很痛苦 实际上你们想一想 在这个世界上 痛苦的人 不知道要比我们多多少 例如就在我到新西兰之前 我看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 一对夫妻开着摩托车 和一个 一辆正开过来的大卡车 迎头相撞 父母亲当场死亡 这还是上篇 送到医院 父亲死亡 母 因为我把话讲得早了 其实就是 他的女的 这个妈妈 就因为他们新结婚了 居然已经怀孕了 七个月不到 一个孩子在肚子 讲究下来了 父母亲全部过世 你想想看 多可怜 这个孩子从小生出来 就没有父母亲 我们今天 还要为这个 为那个 天天在烦恼 我们天天还在想着 自己要穿什么鞋子 想一想 全世界有几百万的人 没有脚啊 我们今天有了 unit 我们还要house 有了house 我们还要搬到海边 我们今天 有了这个车 还有那个车 我们哪一天会满足啊 所以知足常热 那是佛的最好的理念 能够让我们放下自己 我们的父母亲 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 他们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得到 离我们而去 而我们现在 又是像父母亲一样 为了孩子 所以真正的为孩子 幸福 不是留下财产和钱财 是留得呀 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 多多的念经 要有道德 要学会好的做人 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让孩子学佛 等于你送给他千千万万 这样孩子 你才会放心安心 希望大家一定要 好好地学佛 学佛实际上 就是要受一点戒律 戒律就是要把福德的漏洞堵掉 因为当一个人 有戒律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去做错事情 我们不该看的不能看 不该做的不能做 不是你的 我不要 不是我不要听的 我就不要去听 因为听了就会增加烦恼 所以孔老父子早就讲了 非理无言 非理无听 非理无动 希望大家不管外界什么声音 我们都要听听内心的佛的声音 有一个小和尚就像刚才这么献花的小孩子一样 从小剃的光头到了庙里 他的叔叔觉得他非常可怜 这么小就在庙里从来没有享受过人间的那些欢快的事情 这个叔叔去看了小和尚就说 侄子啊 你幸福吗 我很幸福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我天天跟着法师 跟着师父念经 听道理 我很开心啊 有人给我做饭 大家都照顾我 这个叔叔 你不懂 偷偷地把这个侄子就偷出了庙门了 一开开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豪华的房子里 因为这个叔叔做生意经常飞来飞去 所以就把这个孩子放在他的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家里 豪华的不得了 然后他自己又飞出去做生意了 等了一个月回来 哎呦 想起来了 我的侄子还在他家呢 我赶快去看看吧 结果跑到他家去 哎呀 我的佛陀啊 叫那个小和尚 你过得好吗 叔叔都把你忘记了 你看这多舒服啊 你感觉开心吗 有什么感觉啊 你知道这个小和尚怎么讲啊 他说叔叔 我就感觉这个庙比我们那个庙大 这里的阳光比我们庙里充足 因为他的豪华房子都是玻璃的嘛 每天有很多太阳 想一想 虽然你把他放在另外一个环境 但是他心还是在佛这里 他没有感觉不一样 希望你们不管碰到什么艰难困苦 想象一下 我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是一个帮助别人 有爱心的人 这个人永远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这就是佛里在人间 所以我们要懂得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觉得菩萨对我们的考验 人不能做肉体和欲望的奴隶 解脱才是正道 大家知道中国有本书叫庄子 庄子里面有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能言善变的人 有一个人当年在庄子时代 他以出色的口才击败了对手 他自己很得意 但是庄子非常严肃地告诉他 其实对你自己来说 你已经完全失败了 用你的高超的变数 把别人正确的道理 拨得一无是处 那个人失去了尊严和面子 他一定会对你产生记恨和忧愤 这就是断了自己的人缘 也助长了别人的报复心 所以你们很多在座的人 其实都很会讲道理 很多的母亲在家里 不停地呱呱呱呱 讲很多的道理 这些道理不一定正确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放别人一马 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们学佛做人 就是要承担很多的这种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 要尽力使你的每一个对手 要变成你的朋友 因为只有友爱和平和宽容 才是人类最可贵的财富 今天台长来看你们和你们交朋友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前年来看过你们 今天我有看到我的很多的好朋友 我非常的开心 这就是友爱 多一点友爱就会少一点愤恨 希望大家要懂得拥有人缘这个财富 有了人缘就会有财源 有了财源才能团圆呢 希望大家要有海纳百川 有勇乃大 有懂得孔老夫子 跟我们讲的叫忠庸之道 做事情一定要给别人留条路 也要给自己留条路 如果不给别人留条路 那就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希望你们学博人要懂得一切因缘的祈福 而不受染拙 那就是忠庸之道啊 台长告诉你们一个小笑话 这就是不顾别人的感觉 有一个人说 跟一个朋友讲 新搬来的邻居非常的可恶 昨天晚上三更半夜 把我的门铃安得胖胖的响 不停的安 这个朋友说 嗯的确可恶 你报警了吗 他说我没有 为什么你没报警啊 因为我当他们是疯子 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你们听懂了吧 他吹小喇叭 人家才来按他的门铃的 所以事出必有因 如果我们先能看到自己 每个人自己的不是 答案就会不一样 在你面对冲突和争执的时候 你先要想一想 你心中是否有愧 然后你就能释怀和想通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 人生想活得随意一点 你就只能活得平凡一点 人生你想活得辉煌一些 你只能活得痛苦一些 人生想活得长久一些 你就要活得简单一些 做人恰到好处 那就叫做人 生命的意义 就是要设身处地的 替别人去想 就是要做人 要忧他人之忧 乐他人之乐 这就是佛法讲的 人伤我痛 学佛要善良 这是根基 存洁善良是本性 所以不孝顺的人 他是学不好佛的 我们需要理性 只要心灵很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会拥有的理性 所以一个人 让人觉得美 不是因为他外表的美 是因为他不跟别人 计较得失啊 他心中什么都放得开 他无所谓 什么东西都是先人后集 这样才是真正的美啊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要学大海 这么宽广的大海 他永远在最低处 要学会像麦穗一样活着 长得这么高 头永远垂得这么低 这就是学佛人的心 有一位身陷困境的人 他去跟大师请教 他说 我是一位非常失败的人 我所有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 基本上是不失败而告终的 大师 我怎么办呢 大师说 我建议你去看 时代周刊的 1970年930页的年届 你会有收获 结果他争取查找了 关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棒球运动员 叫Tai Cooper 这位入选的名人榜的明星 他一生打击 命中率是367 有打击的 击打之王的美誉 所以他得了明星 所以他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他又去找这个大师 大师啊 你叫我去看了 是Tai Cooper的367打击率 就这些 这个大师说 完全正确 367的打击率 它是平均每三次成功一次 也就是说 他有五百多次没有成功 我想你应该误出 我们做人的道理的吧 这个人说 哈哈 原来他也是一大半的失败 和我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成功来源于失败 只有放开眼见 从容淡定的坚持下去 失败 才会转为成功啊 大家想 最后台长告诉大家 人一生出来 进入红尘 所以叫红尘 滚滚 就是苦难 我们离不开 生老病死啊 所以财色明十岁 它喜乐都是不长久的 所以要看破放下 因为我们身处的人间 它是幻觉 等到黑白无常一到 我们就会把人间的 所有的一切 明文立扬啊 全部化为乌有 所以不能有称恨心 我们要懂得 随缘改命 就是要经常的忏悔 今天我和我的太太的关系 还可以吗 我忏悔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今天对人好不好 我赶快要改正 否则 你命中随夜 六道轮回啊 人就是不知生死的 这么在轮回当中 今天跟太太吵了 明天她会跟你报复 后天又会争吵 这也叫轮回 所以我们在人间的苦海当中 在挣扎着 我们没有解脱 所以鲁家讲叫 忍者爱人 一个能够懂得爱别人的人 他就是一个慈悲的人 要学会忍耐啊 大家记住 忍耐就是历生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不会忍耐 就失去了自由啊 如果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你不会忍耐 你的驾驶执照 Driver license被cancel 你马上就不能开车了 你跟你太太 跟你先生 你不能忍耐 你这个家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人的一生短暂 名利瞬间消失 台长 再讲一次 我经常讲过的一个小笑话 给你们听听 因为今天有很多 是新西兰新来的朋友 你们知道 当年西安事变的主角 这个是张学良 他少帅 又是东北京的司令 西安事变 谁都知道他 但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在现在的小孩子考试的时候 给了一门题目 就是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小朋友居然填上张学友 唱歌的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人生苦短 今天有的就是有 今天没有的就是没有 珍惜今天就会拥有今天 珍惜人生会拥有人生 就跟我们珍惜自己的牙齿 天天刷牙 你就拥有牙齿 不会住掉一样 要珍惜你的家人 珍惜你所有的一切人 你会得到福报 珍惜佛琴拥有佛缘 希望大家今天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 都要珍惜谁给你们的一切 谁养育了你们 谁爱着你们 都要珍惜 要有感恩心啊 多一点感恩心 就会多一点慈悲心啊 人就是有一位将军 率领的百万大军 在古时候出征 他从来不惧怕的 但是他非常喜爱古董的茶杯啊 那种杯子 有一天他在家里 拿着这个古董茶杯 一不小心 刚刚要掉下来 他一手抓住了 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心里在想 我出生路死 什么都不怕 我怎么会被一个杯子 吓得浑身是汗呢 由此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因为他有得失心 他对心爱的事物 有计较 有情绪 所以他懂得 会失去自己的平衡心 让恐惧和惊吓 缠绕着自己 所以他就把那个杯子 马上窗就摔碎了 他说 这就是去除我的贪爱 和痴迷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迷者 毕生 是活在得失当中 物者 实实 是活在 清静的智慧当中 一个人 有得失心 他一定会有恐惧感 比方说 买了股票 他害怕下跌 向对方表白 害怕被对方拒绝 出门坐车 怕有意外 做生意 还没有开张 就怕亏本 所以 这就是 天天在想的 一种得失心 会产生的恐惧感 现在 现在又加一条 娶了老婆 每天会担心 会不会离开我 所以这叫患得患失 所以人的一念之间 同时在失去 也会有收获 希望大家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遇到阳光 要好好地向前看 遇到的灾难和麻烦 就要想到 犹如乌云一样 早点晚点会驱散 希望学佛人 懂得来来去去 有得有失 潇洒自如 在人间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缘分在心 永远懂得珍惜 我们要圆满人生 就要好好学佛 好好帮助别人 这样才能活得自在 最后台长 祝大家 学佛精进 身体健康 祝所有的 有良心的 有慈悲心的 有我们智慧的学佛人 能够精进 能够在人间 懂得克服自己的困难 克服自己的烦恼 把自己的烦恼心放下 向前看 因为金刚经说了 今天不可得 昨天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今天得到的 明天会失去 明天还没有得到 不要去挂爱 过去得到了 那是过去 所以心要向着佛 我们永远要懂得 忘记别人的缺点 忘记别人的 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心中无私 天地宽 永远要懂得 学佛就是做人 做人就是做佛 人成及佛成 祝福大家 闻到了佛法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祝福大家 愿大家身体健康 学佛精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